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是亮仔 最近国评已经奔赴德班视频赛参加比赛 这一次按照我们国评公布的名单 包括顺影沙、陈梦以及王楚清这十个核心球员 将会代表中国队出征比赛 来迎战日本以及德国这些劲敌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 在此前包括前天忆以及周启豪这些球员 则是非常遗憾的落选 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 很多球迷都是挺难过也挺遗憾的 没有能够看到这些年轻的新秀 能够在国界赛场当中一盏英姿 没有想到就在最近根据我们梅田 放出了一份出征名单来看 我们去了解到 这一次我们中国队的一些名单 也是进行一些调整 而刘古良他也是调整了整个视频赛的出行计划 包括前天忆以及周启豪这些球员 是非常的幸运能够跟随球队出征 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在视频开始前 首先根据梅田在社交平台当中 放出了一份随行名单来看 我们了解到 除了备受关注的教练主人员方面 的一些信息 获得了很多的一些点赞之外 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 这一次的随行名单居然是出现了 前天忆以及周启豪这几个球员 那么很多球迷可能就会非常的疑惑了 明明他们就没有机会参加这一次的比赛 为什么出现在我们这一次的随行名单当中呢 而且我们从当天给出的名单来看 不仅是这两个球员 总共有12个球员都会跟随球队一起出征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其实我们要了解到 这一次这12个球员 虽然说跟随球队一起前往德班视频赛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呢 他们将不会参加比赛 那么其实说白了 这一次他们作为随行人员呢 只是在旁边旁听观看的 一方面呢能够去给我们的球迷加油打气 给我们的球员呢去呼喊 另外一方面的话 也可以在旁边呢来学习一下 虽然说没有机会参加比赛 但是教练组呢 还是给他们的一次去交流学习的机会 所以最终呢就给他们订了机票 一起带领着这12个球员呢 来出征这一次的比赛 那么从这一点其实也看得出来 刘国良为首的教练组呢 是非常的良苦用心的 也是珍惜每一次重要大赛的机会 让这一些年轻球员呢去看一下眼 虽然说呢凭借着他们的实力 暂时没有得到出战的机会 但是我觉得能够在场边观战呢 相必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也可以对他们的职业现象呢 造成非常好的一些影响 所以呢我们希望呢 钱天忆和周启豪这些球员呢 一定要把握机会 既然说我们教练组愿意带上他们 就证明呢对他们还抱有期待 还希望着他们将来能够有一天呢 扛起我们国平的大梁 所以我们也希望接下来的话 在这一次比赛开始之后 一方面马龙他们能够努力拿到好的表现 另外一方面也希望钱天忆 这些年轻球员呢 一定要把握学习的机会 来吸取经验 争取以后如果有机会出战视频赛呢 也可以获得更加好的表现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